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是最近我读过的 它的名字叫做卡子 没有出口的大地 作者是一个日本的女士 她叫做远藤玉 这个应该是她的夫姓远藤 她没有嫁人之前 她副家是叫做大九宝氏 也就是她原名叫做大九宝玉 她是1941年出生 就生在长春 她家有五个兄弟姐妹 她排第三 所以她现在已经将近80岁了 在日本市集所大学的教授 也是中国社科院 还有上海交大的客座教授 因为这个书所写的故事 基本上都是在她12岁之前发生的 所以呢 我在这个讲的过程中呢 就称她叫做小玉 叫做小玉吧 称呼她的父亲叫做大九宝 她父亲叫做大九宝宅次 你听这个姓可能就会想到大九宝丽通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关系 但是呢 最大的字数 据这个小玉作者的字数 她家的确在历史上是一个封建的藩主的后裔 他们的祖先是曾经跟封臣秀吉对抗过 所以他们一家 一向都非常讨厌封臣秀吉 然后这个大九宝先生呢 本身是一个在二战前是一个粮食商人 很有钱 但是呢 因为信了一个宗教 这个教在日本应该是一个民间信仰 我也略微查了一下资料 大致就是神道教和佛教 以及新兴宗教的某种混合体 总之她父亲信了这个教之后呢 就散尽家财给穷人 没有在从事这个粮食的生意 因为她觉得那个有点像投机刀把 但是之后呢 她父亲本身应该也是学医 所以呢 后来因为一些机会 她就研发了一些这种戒毒的药物 因为当时在中国在很多地方 很多人吸食鸦片 包括别的毒品上瘾 所以她父亲呢 就发明了一种药 戒毒的药 叫做吉福德禄 吉福是德语 毒的意思 而德禄是日语去毒的意思 所以她这个药 直译的音译的意义的话 就是叫做去毒的毒 效果非常好 所以她就跑到了东北 中国的东北 长春 当时叫做新京 在这就建立了一所药厂 叫做新京之药厂 就在今天西安大陆那一带 主要就生产这个吉福德禄 他自己是社长 这个大酒保 然后呢 你知道这个东北 当时是关东军占领 他里边有一些记载 还是有点意思 还提到说陆军专门是向他父亲订购一些药品 比如西斯丁 秘密订购 什么叫秘密订购呢 是要瞒着海军 不让海军知道 所以当时日本的内部 这种政府 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矛盾 越到后期 几乎已经是公开化了 这里边也有所透露 然后在日本战败 四五年战败之前 关东军强迫他父亲 向国家捐赠了大笔的款项 也承诺 当然是假意承诺了 说到时候败退的时候 会把他全家带走 但是并没有兑现 等到战败的时候呢 他们一家和这个厂子 就被留在了长春 当时的新京 他父亲呢 简单的一个评价呢 就是一个善良的资本家 他那个药 都是用非常非常低的价格 在出售 但是因为销量非常好 所以的确也是积攒了 大批的财富 但他主要就用这些钱财呢 除了生产之外 收容了很多中国日本朝鲜的难民 所以当这个四五年 日本投降之后 一时间 这个国民党的接收还没有过来 是被苏联人占据的时候 这个强盗四起 到处哄抢 但是他家这个药厂和他家 就被这些工人 主要就是中国工人和朝鲜族工人 也有少量的日本员工 自发的起来保护 就没有被这些强盗给抢的 但是后来 无论是苏联人接收 还是国民党接收 还是第一次的八路军接收 以及八路军撤出之后 国民党的第二次接收 再到后来 这个八路军的第二次接收 反正这几波下来 基本上他们的策略 大致上是一样的 都是把他这个 新京制药厂收归国有 无论是国还是共 然后改名字 一会改成新京制药厂 一会改成第一制药厂 一会改成制造厂 来来回回改 这个大酒保先生呢 他作为一个老板 就被人改聘成叫纪师长 继续生产 由不论哪个方面吧 给你发工资 这样子 这几波的势力里边呢 以他的叙述 以这个小裕的叙述来看 苏联兵是最讨厌也可怕的 这些苏联大兵 他观察手腕上都有刺青 也就是说 非常可能 那种带编号的刺青 表示他们都是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犯 然后冲军跑到东北的打仗 这些人直接就是拿着枪 进来就抢 让你拿钞票 拿钱 拿珠宝 但是他们也很有意思 他也不是一波都给你拿走 可能也是怕拿回去被人搜出来 所以就只是每一次拿一些 装到自己的口袋里 身上 藏在一些地方 所以被苏联兵抢走很多东西 等到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 正式进来之后呢 第一次是不抢的 但是根据他的聚载呢 到了第二次进驻的时候 一样也抢 而巴勒军这一边 来的时候呢 说是不抢 然后让他们去招待 还有一个一队的士兵 就住在他们这个家里 但是走的时候呢 把这个家里的 基本上他们家的衣服啦 被褥啦 全都拿走了 自己的旧衣服 还都扔在那个二楼地上 而且随地大小便 弄得非常的肮脏 乌龟 他就上这个联队去 投诉这件事 但是联队的领导还表示 是要处理 所以总体而言呢 就是共产党这一方面 这个大学保先生相对而言 还真就是最喜欢的 他投诉过之后呢 军方就派一个 姓赵的一个 这个小玉叫他赵大哥 来这站岗来保护 然后呢 跟这个小玉交流得很好 这位赵八路 赵大哥 日语很流利 经常在那吹口哨 以至于这个小玉也 喜欢上他吹的这个口哨 吹的就是松花江上 多年之后呢 这个远藤玉女士呢 就再次的回忆 他就觉得这一位日语 非常流利的这个赵大哥 可能并不是一般人 那个在他别的书当中 有所介绍 然后呢 总体上的这一个 共产党第一次的 占领这个长春 态度总体上 这个大酒宝是比较喜欢 走的时候呢 有一个高级干部 叫林峰 他当时是长春市委书记 很有礼貌 就是很有大人物的样子 还来他家 来购买这个吉福德陆 一批药品 当然那个所谓的购买 用的是 老鲁军的军票 但是非常确实 非常有礼貌 也专门特意的 留下了自己的印信 签名 说一定有困难去找我 所以大酒宝呢 一直保持着这个东西 也是 对这个林峰的印象 非常的好 除了这几股势力之外 也有强盗 土匪强盗 组织起来的 这些强盗吧 有日本人 也有中国人 日本人应该就是这种 散兵游泳吧 中国人的就更多 也去他家 有的时候鸣抢 有的时候暗夺 有的时候骗 还骗走过他家 一车的这种砂糖 这是一个总体的描述 但是在这个日本战败之后 蒋介石因为宣布一个 叫以德抱怨的政策 所以 对于这种滞留大陆的日本人 都实行遣返政策 于是在长春的日本人呢 经过几个月的遣返 有20万就减少到了6000 他家本来也在遣返之列 但是呢 就因为突然出现了霍乱 就是他家收容的很多难民 有一个染上了霍乱 使得全部都感染了 或者有感染的危险 就被隔离了一个月 再到后来 可能就是这种时间差 造成政策就有变 各个方面都听说 他父亲是医学的专家 是药厂的经理 社长 所以他家大酒保 就被强制留用了 一方面也要帮助这个士兵 帮助市民戒毒 一方面这个药厂利润是很大的 要为政府来赚钱 到了1947年 这个小玉就上学了 6岁了嘛 上的叫做长春学园 初等部一年级 是专门给日本的这种 遗留在这儿的人 开的一个小学校 总校在龙里路 他去的是在安达街 白菊路的那个白菊温校 但他一共在这个学校 就上了两个月 一年级的头两个月 学了什么 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深 因为那个时候 一个是小 一个是整个形势比较混乱 但是最让他印象深刻 而且留下了一生的一个恐怖记忆的 就是他和他姐姐 以及他姐姐的同学 三个人 在那个街上去放学的时候走 因为刚下过大雨 就有那种防空洞 路面的积水 他姐姐的同学就一脚踩空 就掉到那个防空洞的积水当中了 他们拼命地呼喊两个小姑娘 但是旁边就坐着一个国民党的兵 在那笑呵呵地吃盒饭 不知道是听不懂 还是说故意地见死不救 总之就是无动于衷 直到人死了 他才一直过来 拿了一个很长的 像耙子一样的东西 把小女孩的尸体捞出来 勾出来 所以这一件事情给这个小玉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阴影 一生都总想起来 当然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相对于后边的阴影来说 这不算什么 今天的这个讲述 因为也只是对他这个书的如实的描述 书中确实有很多的情节和细节 非常恐怖 你听的时候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等到1947年呢 有对日本人的第二次遣返 于是绝大多数 就是当时那6000人也都回国了 他这个学员也就自然消失了 然后下边就是在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时候 噩梦开始了 1947年的10月 突然全长春城停电 停气 停水 因为八路军占领了这个丰满水电站 直接把电切断了 没有了电也就没有了自来水 长春是在20年代就已经是通上了水电气的 在当时的亚洲是非常领先 所以这一段电 人们的生活状况整个就改变了 八路军在这个外边包围长春 于是药厂停产 你想生活都没有了 电和水这都是生产必须的东西 这里要说一下 其实当时包围他们的应该 按照官方的说法应该是叫做解放局 但是城内的居民 包括这个小玉的叙述当中 大家都是称呼外边的人是八路军 所以就照他梳理的继续 就这么说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 长春市长 说要继续的留用他父亲 专门来找到他父亲 说你请您留下继续来制药 紧急的时候呢 会派飞机把你送到南京去 这里说的这个长春市长 他是谁呢 书里没有提名字 我是在别的渠道查了一下 可能就是后来那个围城时候的 那个贵民党的市长 叫上传道 同时这个大九宝先生呢 他还想等那个林峰回来 因为那个林峰说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现在已经在城外围城包围了嘛 所以他还挺想等他回来的 他对林峰的印象非常好 这个时候他的整个厂子 包括他们的家属这些人 还剩23个日本人 现在围城了 无法生产 也没有了经济来源 他们也得生活呀 就开始变卖原材料 也用一些不需要电和水的方式 手工制作一些药品 还制作一些仿造的威士忌 酒啊 跟这个国民党来交换一些粮食 来度日 他家有这么一个亲戚 是这个大九宝的外省 叫做东野 东野呢 是被苏联人拿卡车 绑着去西伯利亚的这个路上 自己跳车逃跑过来的 来投奔这个大九宝 大九宝就收拢了他 又是亲人 又是同胞嘛 但是这个东野呢 其实挺坏的 基本上就是坚守自盗 中国人还有日本人 都私下里称他叫做白耗子 长得白白净净 但是像个老鼠一样 白耗子 把这个药厂的东西偷了很多 坚守自盗 自己养的挺肥 但是这个厂子越来越差 但是大九宝因为是一个 所谓的善人 一直都没有怎么去管他 责备他 然后呢 这个城里的粮食就开始 渐渐的减少了 大家吃饭就开始有问题了 而这个小玉呢 当时他才六岁 他是在这个窗口旁边 被这个榴弹击中了右手肘 而且呢 他家收容的那些难民当中 有一个是结合病人 这个结合病人 这个女子就跟这个小玉还挺好 所以就他也感染上这个结合病菌了 他的这个右肘的伤口呢 就总是长不好 你想总不吃饭 没有营养 他也好不了 他的左手的渐渐的变成一种 粉红色的一个病变的状态 饭呢 粮食渐渐的就开始缺乏了 大家吃不上饭了 但是也是药厂 他们还有一点原料 比如其中就有叫糖锡 就是糖 还有糖精 甘肃 阳菜 有这么一些东西 大家勉强还可以吃他度日 但是这些原料 也渐渐的被那个白耗子偷光了 小玉他的大哥家的孩子 他那个两岁的小侄子 没有营养嘛 两岁了都不能走路 也是饿 有一天呢 他也是亲眼就看着这个小侄子 在那围着火盆烤火 就头呢 一滴 滴到火盆里 又抬头 笑一笑 又滴下去 又抬头 笑一笑 就好像在逗他 其实不是逗他 那是饿的已经不行了 眼看着他的头发就着 然后呢 把他赶快给救起来 但是两天后 这个孩子就死了 这是他家死的第一个人 但不是最后一个 当围得越来越紧的时候呢 这个物资进不来了 都是由沈阳 国民党的飞机 带着物资 飞到长春上空 来往下边空头 一落地呢 就会有国民党的兵 带着枪来去搜查 所以高空那些大米啦 一些东西掉到地上 砸到房子就砸一个洞 砸到人会把你砸死 他为什么高空头 因为低空的话 就是怕城外的这个 八路军的枪炮 把他打下来 所以老百姓也抢不到什么 兵呢 就把这些东西就 基本都拿走了 有时候掉地上 摔碎了的那些包裹 剩一点点米粒了 周围的市民就上去哄抢 城中的国民党 也有好几支的部队 有地方杂牌军 有中央军 互相之间也是 很不对付的 然后呢 大九宝一家呢 渐渐的还有一点药品嘛 残存的这个吉福德路 就拿这些 跟这个国民党当中的那些 有毒瘾的士兵 来换一些大饼子 再去吃 后来这条路也断了 是他没有东西换了 不是人家没有大饼子了 直到后来啊 大半年之后 破城的时候 国民党的军队里 士兵军官 没有一个饿死的 饿死的都是老百姓 没有东西吃 大家又开始吃酒糟 吃豆饼 这都是喂猪的东西 然后呢 把枕头拆开 因为有一些枕头里边是 小豆和那个乔麦皮 那个东西早就氧化了 那都有毒 正常来说是绝对不能吃的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管味料那么多 就把它磨成面 去吃 吃了之后呢 得病的几率很高 长期饥饿呢 所有人的这个皮肤 都变成了像橡皮一样 你一拽 就能拽老长 而且弹不回去 你的皮肤就失去了弹性 因为维生素不足 所有人的全身都是溃疡 饿到一个地步 就连跳蚤臭宠狮子 在你身上乱爬 都没有力气把它赶走了 这个小玉 那个结合菌 也在浑身长满了 弥漫 一个七岁的孩子 好容易熬过那个冬天 是到了夏天 初夏 大家蜂涌而出 可以挖野菜 但是野菜很快就挖光了 挖光之后呢 就吃鱼树茄 鱼树茄又吃光之后呢 鱼树皮 你会看到 这个是在饥荒 到来的时候的标准操作 小玉的大哥呢 最终也饿死了 临死前已经在有幻觉 大喊着说拿温度计 怎么怎么样 最艰难的时候呢 他全家 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活呢 是这个小玉的大姐 大姐那个时候也就十多岁 比她高两个年纪 三个年纪这样子 是她大姐认识一个日本女人 这个日本女人可能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情妇 那么关系不错 所以这个日本女人呢 就常常的偷偷带点东西出来给她家 是这么的苟延残喘的活着 再的这个饥饿到了后边呢 就连他们 这个社区整个城里 房前屋后长的壁麻叶 都被吃光了 种的这个壁麻呢 是为了去用它的壁麻籽 壁麻油 是做飞机燃料的一些添加剂用的 壁麻本身是有毒的 但是人管不了那么多 中国人 日本人 朝鲜人 城中被围的人 老百姓 很多去吃 吃了就死了 当然最先死去的都是婴儿 家家都有婴儿 不断地死去 但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就是 街上的野狗都很肥 因为他们就会专门吃婴儿的尸体 甚至于大舅宝自己家养的那条狗 叫波奇 也开始吃了 有一天他们家人亲眼看线 就在大厅 一楼的大厅 沙发底下 就有两三个婴儿的头颅 于是在那个白耗子的劝说之下 劝家人决定把这个波奇杀了 吃肉 喝糖 但是他大姐 从小就喜欢这条狗 他大姐就不吃 并且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笑容了 与此同时呢 这个白耗子呢 从他家里不断地骗这个 骗那个 号称说 我进中国人的市场 去给你们买东西等等 也真的是会买一些 但是可能大部分都被他吃了回扣 各样的财宝 金表 钞票 能变卖的所有东西 基本都被他耗光了 就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呢 那个长春市长回来了 带来一个消息 是说南京决定接收这个 吉福德陆药厂建厂的申请 所以回来专门去找这个大酒保 要让他去南京建厂 看到他的时候吓了一跳 因为已经他和他全家都已经饿成活死人的样子了 所以这个长春市长呢 就给了他家一些 大米 高粱 大豆 胡桃仁 松子 一些军粮 他也不敢去多吃 他们把这些东西就变卖了 买了一辆那种推车 大车 准备拉着全家去出城 或者是坐飞机 那样的 但是附近的中国人就知道了 因为他这个消息是登报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这种消息还会登到报纸上 以及那时候还有报纸发行 就每天就有人过来到他家威胁 甚至要试图来抢 当然一直没有真正的抢到 他买他买这个大车呢 名义上是说准备去坐飞机走什么的 但是那个就没有下文了 没有下文 然后他心里想的呢 是听人家说外面的解放区是一个好地方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嘛 听说那个地方随便吃有那种豆馅年糕 加上他觉得自己好像认识临风 他决定要出逃 那个时候已经是重重包围了 决定出逃前夕 这个小玉的小弟弟也去世了 那这就是他家饿死的第三个人了 他侄子 他大哥和他弟弟 1948年9月12号早晨六点正 他们全家推着那辆大车 出发了 这需要来描述一下 他这本书为什么叫做卡子 没有出口的大地 卡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城里是国民党 在这个城的外围 拿铁丝网 栅栏 这类东西吧 围了一圈 不准人出去 外围呢 八路军同样隔了窄的地方几百米 宽的地方一两公里 也同样是铁丝网围了一大圈 是不准人进城 也不准人出城 所以呢 这两道铁丝网中间的空白地带 就叫做卡子 也可以说呢 是这两道铁丝网就是卡子 你可以想象的是个什么意思 所以出卡子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他父亲因为德高望重 所以出逃的时候呢 就被其他一起跑的日本人 强行推他做了日本人的这个团长 带着他们 他父亲百般推辞 都无法推辞 只好是被迫的当了这个团长 所以整个当时的长春没有今天这么大 但也是被重重包围 铁丝网缠绕 好像荆棘的冠冕一样 但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状态 就叫做卡子 大酒保这一家和那些日本人 是从红旗街 当时叫红西街 从那个卡子准备想出去 不过他们到了那个卡子的 入口的时候 很惊讶地发现 居然有人在那卖那种热气腾腾的煮毛豆 玉米饼 白面馒豆 百思不得其解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会在这种饥荒的时候 有这种事情 后来他们想 可能是要来榨干这些难民最后的财产吧 也可能是在欺骗这些难民 说出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出去你就走吧 当时的这个国民党的政策就是 非常欢迎你出去 甚至不如说要把你赶出去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出了里边这道卡子 你就绝对不能再回来 但是外围的第二圈的 八路军的卡子的政策 就是绝对不准出去 因为围城的目的 就是要让城里的人 耗干自己的粮食资源 围而不打 要饿死他的 所以就是在这种战略之下 你想 一个拼命地把你往城外赶 一个拼命地把你往城内推 最后呢 所有人就被困在了两道铁丝网之间 这个就叫卡子 大酒宝一家 的确带了一些钱出来 但是在这突然遇到了 给他家当时那个小侄子 包括他小弟弟 接生的那个中国人的产婆 那个人就把这些钱要走了 说当时你没给钱呢 他在一想 的确没给钱 无话可说 就把钱都给人家了 所以一分钱没带 当时他全家人都比较绝望 他就想起来 这个小玉就想起来 他妈妈讲的 他妈妈总去 当时一个附近的小卖店 买东西啊 那个小卖店 一个中国老太太 跟他家就渐渐熟起来 那个老太太就渐渐知道 他家 明明很有钱 但是现在一分钱没有 因为那钱都帮助了难民 帮助了别人 所以那个老太太就很生气的 半是劝勉 半是 给他们讲 说 我还以为那是传说 你们把钱都救济灾民了 原来那是真的呀 我真无话可说 这要是真的 你们家真是鱼水透顶 我们中国人 是几千年就在这打仗 每一次都是老百姓受牵连 不知道哪一方什么时候打胜 什么时候打败 所以你要不经常考虑这个问题 你就活不下去 你要必须时刻的想怎么要活下去 比如像我这样 那老太太就给他展示 他把一些金条 一些钱藏在那个鞋里子里边 然后继续跟他讲 说 在中国 你没有这种心态 你活不下去的 你们日本人可能不知道打败仗的痛苦吧 日本是不是至今没有败过吧 你在自己的土地上被牵连上战争 没有发生过吧 而在中国不知道战败这种苦的人是会死的 所以像你们那样发善心 帮助别人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我看了这个老太太说的这段话 我是无言以对的 她说的完全正确 可怕的正确 好 他们出卡子 国民党这道卡子 城内 国民党就在卡子口检查 主要是查你有没有武器 你是不是带着枪啊 什么东西出去的 如果没有就放行 也不是放行 不如说直接就是赶出去 唯一的要求就是绝对不许回来 然后呢 他们进了这个 卡子中间 开始就目睹所谓的恶嫖遍野 苍蝇成群 包括他家在内 所有的难民 不管是日本人 朝鲜人 中国人 据他的叙述 八路 国民党抢完八路军抢 但他家所去的那个卡子 那个点 那些八路军士兵 据他说都是朝鲜人 不是汉族人 各方都抢 也有老难民抢新难民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家基本上没有怎么被抢 很幸运 这个才七岁的小玉 就目睹了很多这些卡子中间 那个空白地带的可怕的事情 那些饿死的尸体 那些饿嫖 他们的肚子就会先胀起来 胀到一个地步就会爆炸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 算是夏天 没有到秋天冬天 所有的那些死尸的腹 肚子都是紫色的 总之遍地都是尸体 都是人的残肢器官 所有的尸体都是赤裸的 因为衣服都被扒走了 你没有下脚的地方 你随便就会踩到尸体 他也亲眼看到 也有那些冰死的难民 就呆呆地坐在那 嘴里还在咀嚼着什么东西 一看是一条皮带 全家渴得要命 想去附近有一口井 想去排队打水 人家一看你是日本人 直接给你赶走 排队都不让 所以只好呢 去水洼里 取一点那种 落下来的鸡的雨水 烧开喝 然后经常呢 两边的这个朝鲜的 朝鲜人的八路军 开枪和国民党这边对射 时不时的还 有八路军士兵进来检查 对于这个小玉来说 最恐怖的一个经历呢 是他实在憋不住去小便 他蹲下的时候呢 结果就被一个从土里 伸出来的一个手指 像一个枯树枝子一样戳到了 当然那是死人的 他就移动一下 可是当那些土被冲掉了以后 他就看到了一张脸 这个脸上还带着肉 但是已经被啃得差不多了 皮肤呢 上面都是湿土 都是皱纹 在那个皱褶当中 那个睁开的空洞的眼睛和嘴里都毒满土 他受了惊吓 挣扎地站起来 突然就有一个女人在他面前被榴弹击中了 就在他面前倒下 那个女人还抱着一个孩子 哺乳期的婴儿 那孩子就拼命地去吸 从妈妈的这个脸上脖子上流到胸口的鲜血 他以为是奶 在稍远处呢 他看到有一个男子 男子安静地坐在那 嘎吱嘎吱地啃着人的骨头 所以他惊恐万分地就逃回自己家的营地 又再次看到新的难民被老难民围攻 所有东西都抢走 吃的 尤其是吃的 甚至有人随身带着骨灰盒都被抢走 那些骨灰都被他们舔了吃了 但是他家没有被抢 然后这个时候没有办法 他的父亲就拜托那个白耗子 因为就他一个还有体力 白白胖胖 拿着那个当年林峰交给他父亲的那个印信 去上八路军里边交涉 但是朝鲜族的八路军不为所动 不知道是不认识 还是不在乎 不管 就这么一天天被困在这个里边 整个尸体就堆成了山 父亲专门 士兵 八路军的士兵每天会出来 把这些尸体堆在一起 越来越高 就成了一座尸山 每到了晚上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众人的哭嚎 是那种哀怨的声音 还是什么 总之这个小玉印象当中 就是大地都在悸动 在震动 不停的震动 因为极度的恐惧 就那座尸体的山 在他眼中就会 好像慢慢的在幻觉当中 化为一个小点 整个空间好像凝成了一个玻璃 他被困在其中 这一种神经的症状呢 后来困扰了他的一生 他们这一个日本难民团 起初说好是同进退的 谁也不可以带什么身份的证明了 一些东西 意思就是说 大家要出 一会儿出 要留就一块儿留 但是困了几天之后呢 有一些人实际上带了证明 结果他们就先出去了 证明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外围的八路军 是允许这种技术人员 有知识的 有技能的人出去的 因为可以帮助他们打仗 我看到别的一些材料也说 如果你能带枪出来 你算投诚 你算投诚也可以 但如果什么都不带 你就不可以出来 你就回去饿死 如果你没有专业的一些证明 技能 那你就没有资格出差 恰子 说的证明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大酒保呢 实际上他也贴身带了一些证明 就是他这个吉福德陆 专利发明的那个证书 英国颁发的 有日本颁发的 也有当时那个满洲国颁发的 这三种证书 还有市长签名过的 他这个新京制药厂员工的名册 所以实在是不行了 他就让 那个白耗子 他外甥 拿着这些东西 去交涉 这次好像有点效果了 证书和名册被拿去 他们领导去研究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 决定说可以放行 把那个英国 日本的专利证明 还还给他了 但是他说我还少一个 那个满洲国的证明呢 刚说完这句话 差点是被那个朝鲜的巴陆 给他使 一枪给射杀 那个人向他大吼 说你不可以说满洲国 你要说唯满洲国 而且 只有你们这 新京制药厂的员工可以出去 员工啊 这只有十九个人 而他们那个日本团 有好几十人 所以 大舅宝代表这十九人 跪地 向其他众人道歉 把自己的粮食 这些东西都 基本上就交给别的人 那些人虽然也怒骂 也抱怨 也愤怒 也痛哭 但也没有办法 战争年代 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这十九人 就要出来的时候呢 他原来的那个员工 一个叫M式的 这里边书里是用这个英文字母M 来代表 这个M的遗孀 还有他的两个女儿 这三个女人被扣下来了 理由很简单嘛 因为你这个只是家属 你不是这个员工 也就是说 你可能没有这个技术能力 你出去也不一定会建药厂 制药 无法帮助到这个革命事业 所以就被扣下 这个大舅宝就跪求 这些朝鲜的八路 说 他们一家就是托付 我照顾他们的 他死了 我要来照顾这个孤儿寡妇 求求你 让我们一块出去吧 被这个八路军 一脚踢到脸上 踢婚过去 等他醒过来呢 他就 跪下来 向这个M的妻子道歉 那个女人整个也麻木了 没有表情 所以是这个女人 和他的两个女孩 被留下了 剩下这16个人 终于离开长春了 这是他们出卡子的经过 但后续还有一些别的事情 我们也简单的说一说 他出城之后呢 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走到那种难民接待点 但一路上并没有别人帮助 投诉了几家农民的 这种人家 农民知道他们是日本人 但是也都很热情的来帮忙 帮助他们 但是一见 如果有八路军来 就赶快把他们赶走 怕沾染上 没有人的时候 也很愿意帮助他们 都很淳朴热情 中国农民 然后他们被安置在一个地方 但是又不给他们吃饭 那些人在这儿呢 就吃了很多的瓜 然后把那个垃圾 扔到外边 然后被困在里边的这些日本人 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去把那些瓜瘤拿回来吃 那个东西就会泄肚 你要知道是在这种饥饿的情况下 一拉肚子 几乎是必死无疑 结果呢 全家人都拉肚子了 也都陷入到脱水 昏迷的状况 基本就是要死了 可他父亲就是在临死的 之前昏迷的那个状态下 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他 说掌柜的 掌柜的是你吗 掌柜的 一直这么叫他 他睁开眼睛就发现 穿军装的一个人 仔细一看呢 他认识的 这个是他从小照顾的一个 中国人的孤儿 叫小李 一直在他的这个厂子 被他照顾长大 也在他厂里边当过工人好多年 后来大了就出城去谋生 没想到现在是当了八路军 而且因为有这个专业技能 所以还当了卫生员 所以是在这个小李的帮助下 这全家人 这一行人又捡了一条命 然后呢 经过这个难民收留处的安排 他们全家都被分配到延级 去在那边建药厂 他家建的那个药厂 就是后来的延边第一支药厂的前身 整个这个逃亡的过程当中 他另外一个弟弟也几乎是九死一生 差点就要死 但是也捡回一条命 长大以后他弟弟也成了医学博士 到了延级之后呢 一方面建厂去生产 但是一方面呢 所有的日本人都要去上 学习班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让他们去明白大陆的政策 而且呢 也要去带头 就是大家起来要互相批斗 就那个白耗子 就带头起来 批斗他这个资本家舅舅 最大的一个罪状 就是当时出城的时候 他舅舅坐在大车上 他退车了 实际上当时大酒保 因为已经饿得 已经完全不行 腿都坏了 都得主拐杖 对了 这个拐杖也是他的罪证 你装什么资本主义的老大爷呢 大老爷呢 就这样 那些人说这些 他都不辩驳 不反驳 另外那些人就开始攻击他 他信那个金光教 但他在这个信仰的问题上 他绝对不松口 所以被批斗得很惨 这个白耗子呢 就因为那个情景之下 必须攻击别人以自保 所以这个白耗子 就开始污蔑自己的旧母 说他是因为恨他那个孙子 所以把他那个孙子烧死 烧成灰了 因为当时中国朝鲜普遍都是土葬 的确来说也很少见说有火葬这种事情 骨灰这种事情 所以这变成了一个突然说不清的事情 总之就是全家都陷入了很可怕的政治灾难当中 但是这个时候呢 突然就有一个 有一个人 好像认出大酒保了 站起来就做见证 那是一个朝鲜人 他在这儿 是做了这个朝鲜的一个夜校的校长 这个人姓朴 这个朴校长说 我认识这个人 这个大酒保先生 他虽然是日本人 但他真的是个好人 他在长春的时候呢 开办的这个药厂 帮助了很多的人 包括朝鲜人 而且呢 还出钱资助这些朝鲜的青少年 去上这个朝族的夜校 学习知识 学习文化 他是个好人 帮助了我们很多朝鲜人 所以他这个见证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他父亲的批判 算是告一段落了 这个白厚子很多年以后也回日本了 但是呢 被他的家人欺负 辜负 顽景非常凄凉 死得挺惨 这个小玉呢 虽然是逃出了这个卡子 但是他全身结合中毒症 越来越厉害 无法医治了 那个医生 日本医生看过之后呢 建议他四肢去截肢 他母亲很痛苦 决定说给孩子留个全食吧 还是不要截肢 但是他父亲就听说 新出了一种药 叫做炼霉素 只有天津有 但是那个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可能那一支就要他一两年的工资 而且他打很多支 但是父亲做决定 就先向那个厂子 去跟领导申请 先预支 公司借款 总之也费尽周折 借巨款 从这个天津 购买了这个炼霉素 给他打 所以这个小玉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起死回生的 捡回了一条命 他恢复之后呢 他妈妈带他去朝鲜族的浴池 去洗澡 公共浴池 那些朝鲜妇女呢 那些大妈 一看到他这个样子 好像是日本人 又是浑身斑痕累累 好像有疾病 就非常排斥 拼命地给他泼水 把他们赶走 后来他们只好去那种 有隔尖的中国浴池 才能一周去洗一次澡 他家旁边有个邻居 一个朝鲜的老大爷 经常过来骂他们家 然后呢 嘚瑟 说我孩子 我儿子多么的牛 多么聪明 考上延边大学 全家的荣耀 但我们过上这个生活 都你们这些日本人害的 就是这样的 每天来欺负他们 结果后来 很神奇 他后来得知大酒保 就是他儿子当年 在新京上夜校时候的 那个恩人 于是跪地道歉 并且帮助他家 还给他妈妈介绍一些 给八路军 冯军服的工作 给大家很多帮助 这个小玉在童年期间 唯一的一个陪伴呢 是一本革命歌曲集 因着种种的际遇 他说话很困难 不爱说话 甚至已经像不会说话了 只爱唱歌 所以这本革命歌曲集 他就总去唱 最喜欢唱的是 里边那首松花江上 他也喜欢看书 他隔壁有一个朝鲜族人 叫做姓金 据说是个哲学家 但是发疯了 说是疯子 平常又挺安静的 他就总上这个 发疯的哲学家 金老人家看书 他弟弟也上小学了 他因为身体的缘故 没有上学 他弟弟在学校 学得也很好 回来就跟他家人讲 说人类当中 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就是马克思 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朱德 金日成 这样 严吉待了没有多长时间 50年51年 朝鲜战争爆发了 严吉呢 也就陷入了战争危险 开始宵禁 每天都是 夜里都是禁止灯火 甚至能听到很多的爆炸声 忽然这个时候 天津来了一封信 就是他父亲 当年办那个 新京支药厂的时候 那个北京分店的店长 叫张又安 现在已经是巨富 大普 那个人邀请他 上天津去建厂 还随性 寄来一大笔钱 这笔钱 把他们那个 炼煤素的欠款 都还完了 还绰绰有余 所以全家 就又这样的 去了天津 到天津的时候 这个张又安 在最豪华的 法租界的大酒店 给他们有欢迎宴会 全家人穿得 破破烂烂 梦幻一般 看到那种 纸醉金迷 灯火辉煌 他再次的 见到了抽水马桶 因为在小玉的印象当中 四七年的十月 长春停水停电 是一切噩梦的开始 那一天开始 抽水马桶不能用了 所以他总是 经常性机械的 神经质的去摁 那个抽水马桶的扭 心里想的是 突然他开始 能冲出水来了 也许就意味着 正常的生活 又回来了 但这是隔了很多年 好几年之后了 他在天津 再次见到了抽水马桶 他就一次一次的去按 泪如泉油 然后呢 辗转了几个地方 最后呢 他们家被安置在了 一个老宅 很豪华 是冯国璋的旧宅 这个小玉呢 也上学了 按照年纪 他应该上五年级了 但是他之前 只上过一年级的 那头两个月 之后就一直没上过学 所以说十岁 十岁多了 就插班 在学期末的最后两 两个月 去到这个中国学校 插班到三年级 开学四年级 然后他去的时候呢 你想 那就当然是被欺负的 你是个日本人 一句中国话不会 那他介绍名字 他说我叫大九宝鱼 这发音都发错了 大家就笑话他 哄堂大笑 他就非常的紧张 很敏感 到了1951年呢 美国日本签订了 一个旧金山条约 把中国排除在外 后来又搞了一个 美日安保条约 这些事都在这个国内 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街上每天有人游行 喊反对武装日本 说起来呢 这个可能是 从这个作者的角度来看 是美国违背了 起初的一个约定 本来起初是要让 日本去军事化的 但是后来呢 又把日本武装起来 为了对抗中国 所以他们学校的音乐课呢 也教一些这种歌曲 有一首歌就叫这个 反对武装日本 这个同名的歌曲 所有同学就唱 唱的时候呢 都瞅着他 恶狠狠的 喊着口号唱 但是呢 他期末考试 居然这个小玉 在他们班考了第一 作本也从最后一排 调到了第一排 班级前五名 还是前三名 能入少先队 结果被他挤掉名字的同学 都失去了入队资格 到了下学期 考试他又是第一 就开始被同学所认可了 等他第三次 得第一名的时候呢 按照道理来说 就应该当班长 原来那个班长 是个男生叫伯俊国 被他挤下去 而且被推荐为 少先队的预备役 还要来带领去 暑期的学习班 他这个老师叫马老师 马老师提名 说让这个保俊秀 他改了一个中国名 叫保俊秀 来当班长 大家有没有反对意见呢 有一个男生说 我反对 这个男生的父亲 就是被日本兵杀死 我反对 怎么能让这种日本人 来当班长 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个马老师就说 他虽然是日本人 但是他的父亲 大九宝先生 也正在为新中国 做贡献吗 这是五一劳动节 刚刚电台还不报了 他父亲还是 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呢 日本侵略者 的确罪大恶极 可是打仗的那一年 保俊秀他才四岁 他能知道什么 日本人有好有坏 就像中国人 也有好有坏的 否则你为什么 要打国民党 为什么打解放战争 中国人就是有坏人嘛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 这样子说了一番话 所以这个小玉 你可想而知 泪如泉涌 他就拼命地想要学习 要回报马老师 因为是马老师 给的他那种保护和安慰 他回报的方式就是 马老师喜欢什么 我就拼命地学什么 那马老师当然喜欢 共产主义嘛 他就拼命地学 看相关的所有的书 自己一个人 总跑去新华书店 去看那种专门有叫 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小册子 他看得很受不了 因为里边有很多那种 什么日本兵 把那个孕妇肚子剖开 婴儿挑出来 在刺刀上 哈哈大笑 等等这些画面 他非常受不了 他也难以想象 这是自己的同胞干的事 他心理上实际并不认同 甚至都总觉得 这是不是日本人 但是他为了去回报 为了融入这个学校 为了回报马老师 综合的缘故 他也强迫自己去看 然后在学习班上 还代表带领大家讨论 批判日本主义的 军国主义的罪行等等 他看这个还有一个原因 他看不下去 是因为他每次看到 这个小册子里边 那些个残忍的画面 本来已经拼命的忘记了的 当时在卡子里的 那些可怕的场面 他全想起来了 等暑假结束之后 他上交了那个学习报告之后 马老师胜赞 说这个水平太高了 查了这么多资料 我这个要推荐到市里去 再次推荐他当班长 但是他就退让了 他推荐说 我觉得还是让这个中国的同学 让伯俊国男生 来当班长好一些 我还是没有这个领导的能力等等 那个伯俊国也很感谢他 就当选了 但此后的课堂上呢 他就开始总是犯病 失神 就是总想起来卡子里边的 那些恐怖的场面 频频的袭来 所有的人就在他眼前 突然远去化为一个小点 所有的空间就变成一个玻璃 把他罩在起来 当然外人看不出来 看看到那个状态 就是好像走神了 甚至于在课堂上 就开始频频的走神 以至于连马老师 都有些不太满意了 然后呢 到了那一年 52年53年左右 开始三反五反 他家又开始受牵连 那个张又安就被捕了 公安局又派人来他家监视 他父亲还被批斗 一个罪名就是 你住在工厂里 你把工厂的宿舍 当成了你家的房子 这个叫做国有财产私有化 你是盗窃国家财产 他才只好被迫搬出去 到了53年 朝鲜战争结束 各方要求之下 中国改变了这个 对日本技术人员的态度 和使用方式 一律要把他们遣返回日本 而在这之前 他在课堂上 那个失神的状况 也反复的发作 马老师都觉得不满 说你是不是惦记着回日本 就不好好学习了 你这样的话 的确你也不配当班长 你当初辞了也就对了 他就很难过 他说原来马老师 是这么认为的 就特别痛苦 回家之后 鼓足勇气 跟他妈妈说这个事 但是妈妈就轻描淡写 说没事 等一等就过去了 所以打开的心门 就封闭上了 他开始每个黑夜都做噩梦 梦见那个卡子里边 从地下伸出来的那个手指 梦见他姐姐跟同学 掉进防空洞 梦见他们在长城城外 过河的时候 眼瞅着一车的难民 掉到河里 那个女人抱着孩子 惊呼着就被水淹没 这些场面 梦见那些尸体 那些蛆虫 那些苍蝇 白骨 污水 粪便 碎玻璃 野花 饥饿 甚至于他都 有一次在这种走神的情况下 漫无目的地出去走 都走到了天津的那些河里 好像是要自杀 当然自杀未遂 到1953年9月7号 他们这一家人终于回国了 决定回国了 其实他父亲一直不想回国 他父亲一直 相对而言最喜欢共产党 而且有那种负罪感 觉得日本人罪恶深重 所以很想留下来 回报一些 给中国人民多做一些贡献 但是那个回国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是一个 听了那个五一节电台的 节目之后 专门 跑过来投奔他家的一个日本妇女 被他父母特别照顾 这个人带头起来开始批斗了 批斗他父亲 大舅宝并不恨他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这样的事情 是他突然明白了 原来在这种体制之下 人和人就是必须要互相攻击的 所以自己在这个情况下 想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梦想 是无法实现的 终于就决定带全家回国了 所以这个小玉 从1941年在长春出生 后来在长春待几年 延吉天津 直到他回国12岁 回国之后呢 他就沉浸在学习当中 无论窗外之事 后来的研究理论物理 大学的时候也成了 这个专业的学生 在毕业之后工作 成为了大学教授 因为他整个12岁之前 都是在中国长大 尤其后来天津那几年 他上学成绩很优秀 所以中文非常非常好 利用自己中文的优势 他在日本帮助了 很多很多中国留学生 学生们非常尊重他 也喜欢他 可是他的那个噩梦 一直都无法去摆脱 他终于决定就是要写一本书 把它记录下来 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 这本书写完之后 他的噩梦才开始缓解了 他为了更多的了解这些事情 开始访华 跟中国教育部建立起一些联系 他做一个课题是 专门去调研中国各个大学的专业优势 日本各个大学的专业和优势 来做这种两国大学之间的交流 所以教育部非常重视 很欢迎他 在第几次访华的时候 其中一次 他就很惊喜的 也很感慨的跟妙子重逢了 妙子就是当时没有出卡子的 那个三个女人 那个大女儿 他也是唯一活下来的一个 因为他嫁给中国人 他的妈妈和妹妹 困在卡子的时候 很快就死了 他是因为嫁给中国人才活下来 小玉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他父亲大酒保先生 临终前 是握着他妈妈的手说 说孩子的妈 卡子的事 真是痛苦啊 我对M家真是万分的抱歉啊 所以这个小玉也一直 有一个心愿 一定要来 把父亲的这个临终 最大的遗憾 尽力去解决 所以当他在访华 又遇到这个妙子的时候 他非常的兴奋 因为他跟这个教育部有合作 因为自身的贡献 他就可以跟日本这个 入境管理局的局长 去对话 所以他经过他的争取和运作 他帮助这个妙子的后人 二十多人都回日本了 他写的这本书就是 证明材料之一 另外呢 他还想是跟 他父亲是跟那个林峰 有那么一段的交往吗 而且还曾经约定 是说他家有一有一架 沈阳故宫的那个屏风 说好要送给林峰的 也告诉他 让林峰进城的时候去取 但他也不知道后来取没取 但这个小玉 他后来知道 在文革期间林峰被打倒 其中一个罪名 就是好像在喜欢收集古董文物 他都觉得挺难过 不知道 是不是跟他家这个 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他也不知道这个屏风 是不是被他拿走了 两千年来时 他又来到长春 一个小玉 他去见到了这个林峰的儿子 那年在吉林省当副书记 就谈起了这一段往事 这个林书记还当场就流泪了 然后这个小玉把这本书 删减版 和他家相关的一些部分 就送给他了 所以他九十年代 两千年那个时候 重访了卡子 红旗街那个地方 当年的铁丝网 成了这个白的围栏 当年他印象中 那个尸体成山的那个地方 成了一个公共厕所 当年的那个旷野 成了一片大垃圾堆 最醒目的是 整个那片地带树木 长得非常的茂盛 充裕 所以在这本书里 这个小玉 当然现在按的年纪 人家叫玉奶奶了 快八十岁的人 他说他活下来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说出真相 留下见证 因为这个卡子 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他在中国被骂成日本鬼子 他回日本之后 很多年都被人骂成共匪 所以他抢前进中国不得 后退日本亦不得 他的一生都被困在了卡子里 被困在了那个幻觉当中的玻璃瓶里 整个这片地图 就像一个没有出口的大地 这历史当中 他这渺小的一生 他们一家的这个悲欢际遇 就是被卡子这两个字完全代表了 所以这就是关于这本书 关于那个世代 关于948年长城的那个事件 另一样一个角度的描述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